这闷子人的夏天,唯一的出路就是累了一天回到家捧个拼西瓜看中国好声音 But,就在2016年中国好声音即将播出之际出事了,出大事了 制作好声音的蔡新公司被资产法院裁定停用中国好声音商标 停止歌唱选秀宣传、推广、海选、广告招商 节目制作过程中使用包含中国好声音The Voice of China这样的名称及相关注册商标 宝宝疯了,从头到脚都疯了,看了这么多年的中国好声音,突然就不准叫中国好声音了 我们都知道,新产公司从荷兰买了The Voice第一到第四级的版权,并制作了四级中国好声音 荷兰公司一看,中国好声音制作的,哎呦不错哦 就大大抬高第五季的价格,新产不买单,荷兰公司就以6000万美元把版权模式卖给了另一家公司 然后这家花了大价钱的公司就开始对新产提起起诉 大呼2016中国好声音侵权,宝宝读书少,你可别骗我 这2016中国好声音还没播出,你就知道人家侵权了 更低迫眼睛的是,职产法院居然受理了 还怕未播出的2016中国好声音确实侵权 一直以来以为自己这双眼睛已经看透了一切 谁能想到还是被这件事的逻辑闪瞎了 而蔡新更是不服,直接向资产法院提交了复议申请 这桩备受瞩目的中国好声音节目名称归属案于今日开庭审理 法院也针对该复议申请案件组织当事人双方进行了听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